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最大的一级合掌 供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金记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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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的授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 请最大的翻开 大波涅槃经 经本第三百三十一页 我们今天从三百三十一页 最后一行倒数第七个字 三百三十一页最后一行倒数第七个字 善男子这个地方开始讲起 请看经文三百三百三十一页最后一行倒数第七个字 善男子 四顾 辱先不应难言 菩萨摩尚无所得也 菩萨常得第一异地 云和难言无所得也 加色父言世尊 第一异地一名为道 以名菩提一名涅槃 若有菩萨 若有菩萨原有得道 菩提涅槃 即是无常 何以故 法若常者 则不可得 犹如虚空 谁有得者 世尊 如世间物 本无今有 名为无常 道义如是 道若可得 折民无常 法若常者 无得无生 犹如佛信 无得无生 世尊 夫 道者 非色非不色 不长不短 非高非下 非生非灭 非赤非白 非青非黄 非有非无 云何如来 所言 可得 菩提涅槃 亦复如是 这段经文 这佛陀啊 为恐众生 取无所得的断面相 所以要众生悟 得即是不得 佛所证的法 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 阿朗多勒三毛 三菩提法 此法无时无虚 无时是 恢复清净无然 无所依止的本心 而这个本心的心体 没有我法二指 所以这个心体像虚空一样 而不住空相 如果你还住了空相 还得一个空呢 空相也不住了 所以 这样的心体啊 它的本来 所以这清净无然 没有依靠 也无有争损 空极的本性 体制空极 这个是无时的 但是你证着这样的心 此心 静至妙圆 聚恒沙妙德 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而且 三轮妙用 至极圆满 所现都是真理的化身啊 所以佛陀前面说明 佛陀以四戒谈见众生 有四戒戒谈 令众生生欢喜心 有各个为人戒谈 使众生对三宝起尽性 相信三宝才会 依教奉行啊 然后 接下来 为众生 想对治虚谈 对依众生的根性 习气 来对住自己的烦恼 等到自己心 已经剩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无名烦恼了 佛陀再把你那一丝丝的无名烦恼 叫你顿偷一下入地义西谈 所以佛以四西谈 那接引众生 西是普遍 谈是布施 所以这个是指法布施 所以佛陀说法 依前说始 依时说前 这个 全时应用非常圆满 完全是随众生的根基 亦以教化 所以 有权 有实 有方便 有究竟 有了意 有不了意 有事有志 那只有佛陀告诉大家 要医治不医事 医义不医疑 医了意不医不了意 以及 医法不医人 佛讲这么多的道理 广度一切众生 如果真的毫无所得 他怎么有这么多的智慧 这么多的智慧 就是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该怎么说 而且不漏心意式的思量 就像镜子 浮来浮现 汉来汉现 自生自显 这个只要你分正真如 就做到了 而佛陀是 达到最圆满的真如 那当然 更是 这个达到 能够广化一切友情 佛陀是以妙觉菩萨 四宪 仗教佛 所以佛陀在 这个 在这个 《幻团经》本里面说得好清楚 他说 我来世间 世现成佛已经八千次了 你想想看 早就成就最圆满的佛果 那当然 他觉得不漏心意式 那你只要破无名 正法身成为一切诸佛 你就不漏心意式了 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完全不漏心意式 相世纪 还不理心意式的前流 所以 别教十回向 还不理心意式的前流 到了 这个 别教出帝菩萨 原教出租以上 破无名了 那就不漏心意式了 心向近者 浮来浮现 汉来浮现 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住身自嫌 这个自身自嫌 就是 如来的一切智慧得能 就是无虚 那他所正的破无名了 正法身的 那法身空极啊 像虚空一样 但不住空相 也没有虚空之量 但体制空极 这是无实啊 所以 得就是不得 这个得 就是无量的智慧得能 不得 嘿 就是无虚啊 那就是无实啊 体制空极啊 所以中门常讲 物料同为物 得就是不得 如果你还有 有物有得 不理事相 不理我相 人相 众生相 素质相 但这事相是至尽事相 所以 佛陀 把 如来所正的智慧得能 广应用在 普度一切友情 说明了以后 要告诉假设菩萨及大众 善男子 是故如先不应难言 菩萨摩萨无所得也啊 这个 是怕众生误解 误解 这无所得 住了无所得 变成断妹 变成断妹 断妹 你就不能明心见心了 因你着相 法直未破 而且是非法相 所以你不应前面 难言 难言就是问难 问难说菩萨 摩厚萨无所得也啊 而菩萨实在是常得第一地啊 常得啊 第一地是如来至绝甚至啊 哈 这这段 文是出自于三百二十七月 第六行 第八个字旗 哈 第六行 三百二十七月 第八个字旗 加瑟菩萨白佛言 世尊 如佛先说 犯恨瓶中 菩萨之见得 事无爱者 菩萨之见 则无所得 也无有心言无所得 有得无得皆礼的无所得 必尽无所得啊 而世尊 这菩萨摩萨实无所得 若属菩萨心有得者 则非菩萨名为凡夫啊 你心有真有简啊 有依靠了 已经染了 已经染污了 哈 所以则非菩萨是名凡夫啊 因何如来说言菩萨偶有所得啊 怎么佛陀缘如来得 八具八种佛之见 以及世无爱辩呢 这世无爱辩 都是从无所得的心 遇到的缘自身自弦 而所开显的 就从这一段 所以你不应该问难啊 说菩萨应该无所得才对啊 怎么会有得 世无爱辩 以及八种如来之见呢 所以菩萨常得第一地啊 因何难言无所得也啊 菩萨常得第一地啊 这第一地 就是如来的自觉境界 自己所正入的境界 这第一地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从我们本心而生出来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望心 是生命的望心 是起心往外攀连 心有所依靠 随着心意识的迁流 陷出来的见地啊 那第一地是用你的本心 本心就是你恢复你清净无然 没有无然 也没有依靠 也这个无有争损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那个本来心 所以我讲这个 清净无然 无有一直 这个无有争损的本性 你不能还有这一句啊 这一句清净无然 无所依止 无有增减的本性 是因为破 你心有污染 所以要离污染 因为你心不清净 所以要清净 因为你心有依靠 像我们世间人 依靠了我法二子 所以贪念身外的这五一六成 那是禅是空依靠的清净 神文言解 依靠了涅槃其境 这都有依靠 依靠了 无常无我 无肉无尽 这都有依靠了 所以你有依靠 所以要无有一直 那你一有依靠 心就有增减 像我们就增了 阿罗汉就减了 菩萨也加了一个中观 这里有了增有减了 所以这个通通换下来了 那就是你的本性 所以用清净无然 无所依静 无有争损 来破 不清净 无然 有依静 有争损 破了以后 接一句也不能得 接一句 清净无然 无所依静 无有争捡的心 要放下来 而入莫惑 而入向上一路千胜 不传的 直下承担贼念心 所以贼念心 我有一个方法 直下承担 不能还得一个什么东西 得一个清净 无然 无所依静 无有争损 还是得以法 还是有争损 争损就是本身这句 所以接一句也要离开 所以六祖非能大师在谈经 统设这句话 就讲 离迷离绝 即言下佛道成 迷就是不清净 染污 有依靠 有证减 绝就是 这个清净 无然 没有无然 没有依直 无有争损 这个绝 所以这两边都要迷及 言下佛道成 当你恢复这样 直下会起 不争不减的本来心 就入了 如来的 第一地 但是第一地 这无所得 连无所得也不可得的本来心 所以平常心是道 这是平常心 正常的 没有家也没有家 马祖道一禅师 直接标示出来 平常心是道 那这平常心 我们要怎么去形容 这平常心 心安理得 所以 什么是禅心 安心 整个心安定 整个心安定 即净 连即净 连即净这个像 也没有了 还有即净的像 在 那是圣文言诀的内盘 连即净这个像 也没有了 所以圆满 福体 归无所得 所以 那个 慧可 曾灿大师 他把这个 平常心是道 把这个 安心 祭祀 他讲得更清楚 他说一种平怀 泯然而至尽 安详 一种平怀 整个放下来 心里非常的安详 泯然而至尽 没事啦 心里没事啦 什么都放下来啦 没事啦 这个就是第一 你的心 但是我讲的这些话 你都不能知足 我这些话也是职业标而已 到了最后 你直下会起的时候 实在是 毕竟无有一法可得 所得的就是你本来的心 那既然是本来的东西 你还得了什么 得的是从外面来的才叫做得 你自己本来的东西 哪有说我得到什么 就像我这个身体 我不能说我得到我的身体 这个本来就是我的身体啊 对不对 我为什么还得一个身体 不是在头上安头吗 你本来今次 你本来的东西 你为什么还有得 你只是恢复它而已啊 所以众生只是啊 众生只是啊 这个古佛星座 众生本来就是佛 无始犯无明 所以古佛星座 你本来 众生本来成佛嘛 佛陀在菩提书下 正乎的时候 说得好清楚啊 众生本来成佛啊 但你妄想分别执着 不能证得啊 因为我们无始犯无明 迷掉啦 所以我们古佛星座 只是找回你本来的东西而已啊 那哪里有得 你本来的东西哪是得也不得啊 所以菩萨常得第一异地啊 也就是你本心开显出来的如来智慧啊 银河烂连无所得也啊 你这个无所得容易被 这个修行人啊佛弟子误会于 哦那就无所得了 什么都得不到了 变成断灭的无所得啊 这个无所得就是恢复你 清净无燃无所依止 没有争损的本心 有争有损都是有所得啦 那佳瑟傅言 世尊第一异地也名为道 也名菩提也名涅槃呢 若有菩萨炎 有得道菩提涅槃 即是无常啊 那佳瑟傅言 他这个不是跟佛陀 来答辩啊 来抗辩不是 他也是要让众生更明白 他第一次讲无所得 佛陀讲 菩萨常得第一异地 怎么会无所得 诶 他现在就解释第一异地是什么呢 常得第一地 第一地 就是无所得的本性啊 就像心经所说的 亦无所得故菩提煞多啊 就恢复法界的真相 法界本来就是清净真如嘛 众生行列幻现出这四法界 当体就如来这样随远不变 不变随远 哪有得以不得啊 所以佳瑟傅言 他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抬杠 他只是希望借着这样一问一答 让众生更能够体会出无所得的真谛啊 也能够让众生了解如来所说的第一地 所得的第一地的真实意啊 所以佳瑟傅言佛陀啊 至尊第一地也名为道啊 这第一地啊也就是道啊 这道是无上菩提大道啊 这道有很多种啊 有这个三恶道 有三善道 有六道 有僧闻道 有元节道 有菩萨道 有义佛圣道 这第一地也名为道 这个道是义佛圣的道 义佛圣的道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你的本心 本心我就不用再解释了 不得争损了本心了 没有依靠啊 你的本来心 这本来心只有你直下承担 你有个误性 误了什么道理啦 你有依靠了 你有增加了 有减了 直下承担了 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 这一念 你的本心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唯有你直下承担 你还有个理由解释 是什么 那就错了 这叫心形楚灭 言以道断 它本来的东西嘛 你有个理由解释 那不理事相 人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所所相 这是致敬事相 所以古德常常讲 我不再明白理 因为明白就是有所得 我懂的这道理 所以我在明白理 我明白什么道理 你绝对不理绝观 你没有离开绝观 所以你才在明白理 但是不是说这个事情不知道 所以像这样的内容 我常常用比例来说明 我经常举例 我们晚上经过某个地方 看到那个远处有个树底下 有个鬼影 吊死鬼 你走过那个地方很恐惧很害怕 有人教你念佛 念菩萨 或念咒 你走到那个地方害怕 马上念佛 念咒 心在安定下就走过去了 这样下了几十年 你到那里就自然就念佛号 就理他恐惧了 那就定了 一定把恐惧扶住 有一天你讲给朋友听 朋友说是这一回事 因为他知道什么一回事 他说我带你去看 我带你去看 那个鬼带你去看 他那个朋友 只带一个超强的 超量的锁电筒而已 把它带在树底下 往树上一照一看 是一件破旧的轻便乙衣 轻便乙衣 那破旧的人丢 丢弃了被风一吹 刚好在脖子这个地方啊 插在一个甘树枝上 所以那个轻便乙衣有两个袖口 还有一个头风一吹 袖口摇来摇去 还有一个头 看起来像个吊屎鬼一样 下得要死 他看了以后 哦 原来是件乙衣 那明白了 可是他每次在 因为他下了几十年啊 所以每次走过那个地方 今天还是一样会在紧张一下 他就马上想到 是紧张什么嘛 那是乙衣有什么好害怕的 第一次可能那种自己 自己告诉自己 那个是乙衣有什么好害怕 他就在明白你 尤其那种决观的力量比较强 他经过一个星期以后 就弱了一点 经过再一个星期就更弱了 那经过了几个月以后 剩下 稍稍心一动 有什么好怕的 稍稍一动一提 连想说那是乙也不用想 就一提一照 就没有了 那只有无感了 没有感觉了 很自然之后 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一桩事了 完全不会想到这一桩事了 不动地了 不动地了 完全不动地了 无声乏人了 不动地 完全不会想到这种事情 这个就不再明白理了 不需要再靠决观了 他还知道这件事情 这还有决观了 还在明白理啊 当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事啊 但是他这件事情 他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但他不会想到这件事情 如果有一天 他听到有人在跟他讲说 哎哟 那个丁拉小心了 有个鬼在那里 他就告诉你 告诉他 那不是鬼 我带你去看 他一样 戴个手电筒一照 原来是乙也啊 来教化别人 那个不动地了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就像这样 他了解真相 完全把这真相消归到自信里面 不需要再这些道理了 需要这些道理 还是在决观啊 这向上一路密不通风啊 无声乏人以上 就密不通风啊 在天台别叫出地 别人叫出住以上 心无所住 离住向 立了一切决观 真得自在啊 所以是这样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得到真正的自在啊 所以第一地也明 道就是他恢复无所得的本心 恢复他的本来心 不真不减的本来心 所以只能够直下承担这一念心 因为你还有觉观就增加 不是真就是觉 就有依靠 你还在觉观里面 所以十回向的菩萨 别叫十回向 还在明白里 因为他修中观 他洗两边分别子修中观 虽然到十回向 已经到达到十回向了 但是他很维系 就好像我刚才几例双鸣 经过一个月以后 他今天想到那事 马上就放下了 根本已经太熟了 不需要了 然后越观越细 越观越细 吸到某一个阴言啊 静置双鸣 人所双亡 入不动地 无声发人啊 无感啊 不过就想到这件事情啊 非常的任性逍遥 随眼凤凤 完全理了 觉观就不再明白理了 得到真正的自在了 那就是恢复清净无染 无所依止 无有争损的本心 这句话 你怎么去解释 我有直下承担 这个境界将的心体 你唯有直下承担 不能再透过任何一个明白的道理 来达到这个 如果你透过任何明白 达到这里 你没有离开结观 还不是这个境界啊 所以啊 第一地也明为道 当你回到江南本心 他遇到了原自生自贤的 知见跟妙用就是道 他就是道 就是一佛生的无上妙道 所以当你正到直下 废弃了这念心 不争不及 清净无染 无所依止 无有真减 这个只能够直下废弃 为什么 街际也不能存啊 所以绝迷都要理啦 接念的心 他遇到了原 他会像镜子一样 浮来浮现 汉来汉现 遇到了原 他自身自贤 不落心意识的施养 不必去思维 自身自贤 应用自在 这是无上大道 道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 十回向 别叫十回向 还达不到这一点 他还是有维系的 心意识的前流 因为他还在明白理 他还有绝观 那如果是 第一个初回向 他洗两边分别指 比较粗 修中观 那比较粗 到了十回向 就很细很细 现在十回向满心的时候 突然静至双明 能所双亡 能观之志 跟所观之静 静至双明 扑门正法山 那理了一切皆观 那不再明白理了 这样的心 遇到了缘 自身自贤的作用 就无始无虚 那念心体 体空极啊 但没有空极之量 所以六祖卫龙大师说 心等虚空 不住空向 心如虚空 吾有虚空之量 这样的心无虚 无始 遇到了缘 他会自身自贤 他的知见 就是佛知佛见 他的妙用 就是无上菩提大道 这无上菩提大道 那就是你的本心 遇到了缘 他献出来的作用而已 所以本心遇到了缘 献出来的作用 就是四至菩提 四至菩提合起来 就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那一接触就明白 就是大元静至 平等性至 妙观察至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就成所作至 承办教化众生 一切有情的智慧 所以你就能够 应用这四西谈 这些西谈 让你对三宝生欢喜心 各国为人西谈 建议你入佛门 对三宝起尽性 再来对峙西谈 你相信三宝 你就会远离五一六层 断落修缮 精进你菩提道 最后叫你入第一西谈 这个都是从这一念第一地的心 如来自觉智慧 第一的心 就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心 就是你直下慧喜 直下承担 建议金遇到了人 他自生自贤 不落心意识的思量 所以不落心意识的思量 只有法身大事做得到 一定要知道 别教私回向以内都不行 都还在心意识的前流 因为他还在明白理 因为他有绝观 还有维系的能所 还有真 在本性上有真 真那个绝观 但破了无名 禁止双门 就理了住相 他不住明白理 谁顺法性 谁也认令 认令自在 那就是无上大道 所以第一地也名为道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 也名菩提涅槃 菩提就是觉 绝物的绝 所以佛就绝了一切法 也名涅槃 这涅槃是无上大涅槃 是三德涅槃 是继法身 继剥弱 继泄托 这三德涅槃 继法身 就继体大 遍切处 所以全相继性 全世继理 近虚空遍法界 就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心的体大 继法身 继剥弱 原造十万法界 一切通达 一切明摆 一切理想 既泄托 他绝对不会去领纳 既泄托 所以 既法身 既剥弱 既泄托 有体有用 而且无上菩提觉法乐 无上涅槃即灭乐 所以菩提的觉 不容易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觉 都会去领纳 都会领纳 当你受到了这个顺境 你觉得这一切法 你好高兴 这很舒服 人家给你捶背 给你按摩 很舒服 如果今天用 人家用刀子割你 用针刺你 对不对 用拳头捶你 哇 揍你 痛死了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法 你会起沉恨 哇 这个痛死了 你会难过啊 这个 当你正的涅槃三德 既法身 既剥弱 既泄托 你看那个法身的体大 剥弱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是什么境界 既泄托 无上涅槃即灭乐 既相一相 那个感觉 完全知道 但是完全不会去领受 你看这 这简直没有办法去想象 这是什么境界呢 所以为什么 法眼睛讲 入不失意泄托境界 这个叫无上菩提绝法乐 同时又是无上涅槃即灭乐 清净即灭即尽永安 所以在不管是顺境也好 在逆境也好 碰到刀割或者是香涂 人家给你涂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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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讲的乳液 给你按摩 刀割香涂 在你来讲 感受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但平等平等 无上菩提绝法乐 无上涅槃即灭乐 绝了这一切法 心绝不动摇 这是不可思议啊 我们碰到顺境会 会贪婪啊 碰到逆境 会反抗 会痛啊 会起沉慧啊 菩萨永远在顺逆境界里面 都是什么 常乐我尽 这四身得 所以三得涅槃 再体大也好 再向大也好 再用大也好 碰到顺逆境界也好 永远不离 常乐我尽 常是没有变化 像镜子 胡来胡现 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乐 无上菩提绝法乐 无上涅槃即灭乐 在顺逆境界都一样 我 有这个体 它叫真如 叫佛性 我 能够当家做主 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碰到降境界 怎么反应 怎么回应 怎么回答 怎么处理 远远满满 完全不漏心理事 心理事 心理事 心理事的思量 一接触就明白 是自生自显 我有这个当家做主的意识 乐 还有静是什么 只有一个 整个境界就像梦醒了一样 只有一个心 整个境界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 哪有第二件事情可以来给它污染 是绝代的真境 这个境不是染境相对待 是绝代的真境 因为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清境真如 它在任何环境都是这样 这个才叫菩提 才叫觉 所以我们常常去 我也觉 你看我什么都觉 可是你觉这叛脸哪有觉 你也会你那顺逆境界 人那诸佛菩萨是 绝了一切法 什么都知道 但是永远都是常乐我境 永远都是无上菩提绝法乐 无上涅槃极灭乐 你做得到吗 这个就不失意泄脱境界 所以这个道也名菩提也名涅槃 真的法身大事的修行 你看破无名正法身 所以只有破一瓶 它用的是佛性 佛性就是山德涅槃 它的修行是快乐的不得了 心想事成 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破一瓶 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它一念心急 因为它只能够造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那在它 它在这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教化众生 不落心理的思量 一结束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而且绝对不造业 绝对不造业的 因为它是真理的化身 行如来的世西坛 说一切法圆容自在 全时方便就近了异不了异 完全圆满自在 不落心理的思量 你看这样的修行快乐的不得了 因为心想事成 事事无碍 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没有障碍 你看这修行都快乐 快乐的不得了 这样修行中 一直到成佛国 所以修行 在三德涅槃中的修行 是快乐的不得了 一直到成就佛道 到你入相似济佛 就是圆福烦恼 不以万法为离 这个叫异行道 你修行起来就很轻松 因为你不会被境界干扰 不以万法为离 你已经入了六根清静位的门槛 原教初信 或者是别教初住 已经入了这个门槛 但还不到他的正位 他的正位要断烦恼 断箭之后才到了正位 他原教七信 那断箭之后 那真的六根清静位的正位 他很好断了 那别教就七住 但是如果你到别教初住 原教初信断箭后 原服烦恼 原服叫什么 虽然没有断 但他不服而服啊 不服而服啊 如果是以小圣西德凡果来讲 七翻生死正阿罗汉 但是如果你是入原教初信 别教初住位 是保证成佛 因为位不退 不退以大圣 绝对成佛 是成佛保证般 那当然不可能是七翻生死 就成佛了 如果你七翻生死 是绝对正阿罗汉 那是跟小圣一样 但是你绝对不会去 祝以偏真涅槃 你一定是要直成佛道的 所以啊 第一异地也名为道 也名菩提也名涅槃 作有菩萨 有得道者 有得道菩提涅槃者 既是无常啊 那你所得从外面来的 不是你的本心啊 从外面来的 那就落在了三世有法 无有四处啊 本来没有 那现在有了 那现在有了 过一阵子它又会变成没有了 世间法 从外面来的东西都是这样 从原己的假象 从外面跑进来的东西啊 那不是本有的东西 那一定是三世有法啊 所以用三世有法 来讲我们的本性 来讲我们的佛性 是无有四处的 它本来在的 它没有试掉 你只是恢复它而已啊 对不对 就像水中的灶 水的灶性 这也只能够用比喻来做说明 像水的灶 水的灶它本来就有了 它本来就有灶 你不能说它没有灶 它有啊 那因为它现在为什么不能灶 因为它有浪 它是要起风啊 它有浪啊 所以灶显不出来这样 也不是没有啊 不是没有啊 这不是没有 只要你风平啊 那水的灶又跑出来 这水的灶 并不是风平啊 从风跑来的 或是从空气中跑来的灶啊 如果从外面跑来的灶 又跑出来的 这个灶一定会有死 会自然又会消失掉 用这三世有法 过去没有 现在有 所以现在有过一阵子 又会变成没有 这世间法就是 生住 易灭 沉住 坏空 生老病死 这世间法就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你用在这个三界有法 用于佛性 用于真如 那无有是处啊 因为法界即真如啊 我们看到这些像 它的体性就是真如啊 只是你不能破相显性而已啊 你破了相就显性啊 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晚上做梦 对不对 当你梦没有醒啊 那个像在啊 你被这个像困得紧紧的啊 有好梦 有噩梦啊 噩梦吓得要死啊 好梦很高兴啊 对不对 像真的一样啊 那你梦没有醒 你都觉得那是真的啊 因为你走在这个梦境的像上 一醒过来就破相显性 就看到了心啊 因为那整个命 整个整个梦就是心啊 就是你的心啊 我们眼前这个境界一样啊 和你走在这个像上 你起分别啊 你就要破了相就知道真相了 你误如的破了相 你看到 噢 这全部一个如来照妙真如性啊 破相显性 然后就是这个道理 就这么简单 道理就这样 是不是 你梦没有醒 你不知道它是心啊 是不是 你醒过来就知道了 一样 一样 现在你以为这些像是真的 你就见不到心 当你破了相了 离了相了 信跑出来了 所以我常讲 任元君前面那三卷 是对中门讲的 这个七字真心十方弦见 会四颗即正 原大 原章七大即性 然后同分望见 同在这个世界 别分 别望见 大家在这世界 现出来的世界各个不一样 那就告诉你这个真相 七字真心找不到心 原来我们的心是生灭 没有体 那心灭的体是哪里 就是佛性 从佛性跑出来了 那因为现在生灭 不能显得佛性的作用 而佛性的作用 你只要心不往外缘 这个四浪平下来佛性就开显了 所以佛性有十方显见 就从各种角度来说明 我们佛性的殊胜 你看这就对中门讲了 然后会四颗即正 告诉我们五云六路 所有数十八戒 入来障妙真乳性 包括原章七大即性的 地水火风空根室 它的组成这个 五云六路 所有十八戒的材料 它也是入来障妙真乳性 法界即真乳 那入来障妙真乳性 是空性 它的体性就是空性 它是一种功能 一种空性的东西 变现了十方法界 入来障妙真乳性 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能 生命的本体 它有它的游戏规则 你造了它的业 它就给你献那个象出来 所以变成众生的 行列发现 这是它的宇宙的真理 游戏规则的真理 那接下来佛陀就告诉阿兰 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 大家同分望见 来这个世界 但是因为每个人有个别的业力 所以虽然这个世界是一个 这个世界没有意义的 是我们新生出来的 但是我们别忘见 我们新生出来的 各个在这个世界感受不一样 所以有的人很穷 穷得很快乐 有的人很富有 富有得很痛苦 所以我常说 什么人最幸福 自己觉得最幸福最幸福 什么人最可怜 他觉得我好可怜 他最可怜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用万法为心 那这别忘见了 这是为中门讲的 那如果在中门 这前面三箭你不误 那讲后面呢 二十五元通 二十五元通 就是叫你破相显信 二十五元通就十八 十八戒 六根六成六四 加上七大 地水火红空根四 这里面随起一个你破相 就见了信了 就好像你做一个大梦 梦里面的任何的黄金醒过来了 破的像醒过来 不是黄金醒过来 就整个梦都醒了 对不对 不会说只有醒黄 梦里面的黄金其他没有醒 不可能 只要梦里面的一个境界 一个部分一醒 就整个梦就醒过来了 这破相显信 你就看到了信了 所以当我们梦没有醒 你就梦境捆得死死了 不知道它是心体 以为都是真的 虽然这个心在做梦的时候 心病没有变成梦境 它也是心体 它永远的横手自信 只是你的业力吸气 把心幻现出梦境出来 它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它也是心体 那你没有醒 就当真 你一醒了 它破相就显性 看到心了 我们讲破相显性 道理就像我刚才 举梦境这个道理完全一样 现在就看到真相 你知道吗 所以啊 这个 若菩萨有得到的菩提内凡 即是无常 所以我看它特别挤 水 就像我挤佛性一样 佛性的造性 对不对 你显得现在佛性的 无量功德 没有你就显出来了 就像水一样 当水起了浪 它就不能造 对不对 那不能造 它不是没有啊 它还是在啊 它是真 它的造是永远长的 永远在的啊 所以它起浪不能现出来而已啊 它一平静了 风平了 浪静下来了 诶 那造又跑出来了 所以造不是从外面来 它本来就有的 它是藏 如果从外面来的 它就一定会变成无常 所以只要这个水不再起浪了 它永远都在上 它只要一起浪了 它又不见了 但不见的不是没有了 不是三世有法的没有 它只是不能显而已 它起了浪就不能显了嘛 只要风一瓶了 它又显出来了 所以菩萨 我们的心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变成四浪啊 变成心海的四浪啊 四浪我简单讲 就叫心浪好了 心在起浪 叫心浪 它在起浪 所以佛性的 圆明长吉照 佛性的无量智慧灯能 不能开出来啦 但它在啊 它没有消失掉了 你什么时候了解空性 放下万年啊 放下万年是因为你起心攀原 所以才要放下万年 如果你到最后 你根本就不会如如不动 不取向 不再起心攀原了 那就没有放下万年 就入末后期了 不再起心攀原了 心浪停了 我们的心境就献出来了 心境献出来 无量智慧得能 佛知佛见 无上大道 就献出来了 所以 那个破无名的法身大事 叫三不退 它一得永得 因为它再也不会起心浪 它用的是真 用的是佛性 用的是急躁 不再落心意识的迁流 完全用佛性 一接触就明白明白 就知道该怎么做 绝对再不落心意识的迁流 当然是不会再退了 不会再退 你落心意识的迁流 会退啊 所以你看 识回 别教识回向 还不是三不退啊 还不是念不退 那有时候还会退一点 还会退啊 但是 入圆教出入 三不退 念念流入所谱入海 所以念念圆明昌吉造 那个造性永远不会失掉 所以啊 那从外面来的 一定会圆的三世有法 从外面来的 现在得到了 过于真的又没有了 三世有法 那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 只是现在不能陷 你恢复他的样子而已 所以他一得就得 一老永逸 一得永得 所以为什么 无量红河沙的布施布的金刚经 一记四季 因为金刚经的一记四季 你依教奉紧能够正的三不退 念不退 念念得大自在啊 这宇宙这么浩瀚的宇宙 是你的活动的范围啊 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一念紧就到 你心想事成多自在啊 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 我不是发现了 我不是创造这个 这个实相 我不是创造世事无碍 我不是教你什么东西 我只是发现 原来我们自信这么可贵啊 所以佛陀就给你 我像一个商族一样 就领导商队的这个团长 还队长 我发现了一个绿洲 太殊生了 沙漠热的钥匙 它的口干舌燥热的钥匙 我发现了绿洲里面有水 有渔泳池 有什么哇 你们赶快来这里享乐啊 我只是发现而已 佛陀发现的缘起啊 发现宇宙的游戏规则 发现宇宙的游戏规则 原来是这样 只要你不再起心攀脸 你就得自在 你一起心攀脸 就看了你起心攀脸的因缘 他给你变成是死法界出来了 如果你起心攀脸 稍稍生向无名一动 生向无名 但是你已经破了 没有破尽 那还不错 菩萨的十八状元徒 他还是有十八状元徒 还没有完全离开阿拉耶 那十八状元徒 已经有纷阵法身了 散不退了 如果你没有破无名 那你觉得方便有意图 还要修空甲中的方便 你就变成方便有意图 这游戏规则 它本来就是这样 这佛陀发现游戏规则 他告诉你这游戏规则 你要在心戀起贪圣之 这个真如空心的游戏规则 就给你变出三恶道的三心世界万法 如果你念念行善啊 五戒失善 诶 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 这空性 那游戏规则就给你变出了三三道出来 就正报神 预报世界 所以我说 我们今天空性 我们还有懂得吃五戒 修忠免善 但是我们有见识祸 有贪生吃慢离恶见 又找到五一六成 所以升到人间法界 升到人间法界已经是幻化了 到人间法界已经是幻化了 那我们本来有寄生我法二子 生生世世的执着 寄生我法二子 来到人间法界 所以人间的生活 习除从小一直到大 一直受到兴起 变成了分飞我法二子 非常的执着 那我们以为这都是我们造的 是因为你到人间法界 你的生活方式需要这样 那造什么 这是我们的业力才这样 如果菩萨是心想世神 天年就已经 他想吃什么东西 一想就跑出来了 那可以心想就有了 所以天年又少量的 世无爱法界 不是世无爱 他心想就有了 他想到那一下就到了 他不需要手机 不需要大哥大 不需要什么 一下就到了 他有五通 多自在 他的遗报环境就这样 那我们人间法界的遗报 就要自己做 我们还以为 哎呀 你看我发明了什么 我制造了什么 我又怎么样了 这是你人间法界的生活习俗 你这样整个生活的 你的创造 你的发明 你的制造 你的兴建等等 这是什么 体性的如来障 这因为 这个文流入说是八界七大 体性的如来障 妙真如性 你知道 只是 这如来障 妙真如性 给你变出 你人间的正报神经 跟医报世界 你的医报世界就是 就是你必须要去开发 你才有得享乐 天然就不需要 他完全以身就有 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相 这个事实真相 所以 若有菩萨缘 有得到 菩提涅槃 就是无常 这三世有法 五有四处 不是他本来的东西 本来的东西就像水的灶 我刚才跟他给予说明 像水的灶 他真常 他只是不显 因为他在起浪 他浪一瓶就跑出来了 你从此不再起浪 他永远都不会消失 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 而我们的佛性本来就是智慧圆满 就是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阿 我们的自信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心性本来就是这样 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阿 但我们现在心性起浪 变成心意识的分别 升起烦恼来了 所以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阿 他什么时候这个浪平 又恢复他平静的心 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阿 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阿 如果你从此不再起浪 不再攀缘 不再起心攀缘 永远不会退掉 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阿 永远不会退掉 因为他是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你本来你的心性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 本来就这样 你只要恢复你本来的样子 不要再退了 他永远不会消失 但如果你在 一不小心就起了浪 他又没了 他不是消失 他不能显 就这样而已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 永远不会再起一点点浪 三不退 法身大事就行了 所以为什么言教出出菩萨 破一分根本无名 正一分法身 名为一切诸佛 因为他永远不会退了 他永远念念不理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 因为他是真常的 那是我们本心他本有的体用 本心的体 叫本心 叫法身 他的用就是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 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 正了这个平静的本心 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 就从此不再离开了 所以叫真常 所以阿罗多罗三明三菩提 不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来的 他一定远三四有法 本来没有从外面来的 现在有了 那一段时间他又没有了 你知道 那本心的东西不是外面来的 所以从外面来的不是宝贝阿 你本身的东西才是宝阿 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个蛮深的 所以若有菩萨炎有得道者 有得到菩提内门就是无常 因为那种三四有法 不是他本来的 本住的东西 本住法 得到了一得永得 一劳永义 了解这个意思吧 了解很好 会故 法热常者者不可得阿 又若虚空 所有得者阿 法热常者阿 他是本来具足阿 就不可得阿 法热常者是本来的命阿 本来的东西阿 就不可得阿 就像镜子的罩 对不对 镜子的罩阿 你有镜子 那罩就是什么 就是法热常者 镜子本来 镜子的另外一个名称 我们就叫做造 对不对 或者镜子叫什么 镜子做什么 你想到镜子就想到什么 想到造 对不对 你用镜子就想到造 我要找镜子 你就要问家 请问一下哪里有镜子 人家就知道你要造了 对不对 所以镜子的造是他本来的 所以法热常者者不可得 所以镜子的造是本来有的 他就正常 那镜子他的造 他是本来有的 本来 藏者者不可得 他那个造不是从外面来的 那有一天这个镜子呢 被灰尘蒙住了 或者是我们到浴室里面 放那个热水 整个那个水蒸气把镜子的造 遮蔽住了 不能造了 对不对 那不能造了造不出来 对不对 造不出来怎么办 要么把灰尘擦掉 要么把水蒸气擦掉 造就跑出来了 所以他的造永远是藏 那为什么突然造不出来 因为水蒸气把它挡住 对不对 造不出来 因为灰尘把它挡住了 镜子蒙成了 是造不出来 把它一擦就跑出来了 所以那个镜子 擦掉灰尘 并不是从外面突然跑出 跑到镜子里面 那个造突然跑到镜子里面 把水蒸气擦掉 不是造突然又回到镜子里面 不是吧 是镜子本有的 对不对 所以本有的东西才是藏 所以我们阿拉多多 上面提是什么 是我们本有的东西 它才能够得到增藏 那现在为什么不能闲 因为呢 你现在在起新浪 就像水现在在起波浪 它不能造 它一平 它造就跑出来了 那如果不要再起风 它永远可以造 一样 你的心这个平静下来 不要增减 不要染污 所以你越亲近 就越靠近实相 越靠近真理 达到进了真理之门 那原教出处菩萨 它就散不退了 它再也不失掉 因为那是本来的东西 只有本来的东西才是藏 才能够达到藏 如果从外面来的 就一定会演三世优法 而我这样做 所以得到什么 那过一阵子才有外调了 身住意面 身住外空 那本有的东西 不是外面来的 本有的 那我修行 这个东西本有不是修 所以你修阿拉多多多三分三体 不是去修得成阿拉多多多三分三体 你修因得果的 不是 你的修行 只是恢复清静污染 无所依止的本心而已 那你恢复清静污染 无所依止的本心 是因为你不清静污染 有增减有依止 所以今天才要用清静污染 无所依止 又增减来破他 破了这个也不能存 只是恢复他而已 恢复他 决心就跑出来了 阿拉多多多三分三分体 就跑出来了 那现在质疑他 为什么不能选 因为他在起新浪 唯士学叫四浪 那我用新浪 大家比较容易懂 当这个新浪体 就变成了一心 一心 阿拉多多多三分三分体 再也不会退失 所以破无名的法身大师 成为一切诸佛 因为他用的就是佛性 从此不会退失 就三不退 他绝不落心意识的前流 他就用佛性 用造 用造性 一接触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不必去想一下 不必 一维系的思维都不需要 完全一接触 马上明白 明白就知道怎么做 自生自显 阿拉多多三分体就是这样 所以真心里面才有阿拉多多三分体 阿拉多多三分体不是修来的 修只是你把染污去掉而已 就这么简单 就像水的造性不是修来 只是风不要吹 它就跑出来 就这么简单 如果风在吹 它怎样都跑不出来 就这么简单 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阿 法若藏者则不可得阿 所以那是你本有 不是从外面得的 可以得一定是从外面来的 对不对 所以法若是藏者是不可得 这个文字很简单 但是真的是很难表述阿 所以又好像虚空谁有得者 他不是造作之法 虚空啊 谁能够得到虚空 他不是造作出来的 造作的才有得 虚空他本来到处 虚空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他不是造作出来的 谁能够得到虚空 所以你的阿纳多德斯文三体 不是造作出来的 他怎么得 他本来就是你的自信的体 我们现在见面新的体 我们叫做自信 他用就是阿纳多德斯文三体 就这么简单 那现在我们现在自信 起让叫做心意识 那心意识 阿纳多德斯文三体 就变成烦恼 就变成妄想分别自主的烦恼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的心意识平静了 不再往外远了 他变成了自信了 变成了佛信了 好了 那妄想分别自主的烦恼 一刹那就转成阿纳多德斯文三体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不是外面来的 因为那本来就是啊 所以要再放下万年 为什么佛法就这么简单 你真正放下就行了 放下是因为你去攀年 才就这样放下 如果根本不去攀年 我干嘛要放下 如果你还有放下 就你在明白你 那还是心意识的牵流 你还在明白你 你还是有争损 所以连放下都不能有啊 所以 对不对 看破放下都不能有啊 看破是因为你看不破 所以要你看破 放下是因为你放不下 所以放下 我根本没有看不破 也没有 也没有放不下 我干嘛要看破放下 那你那个不争不准的本人的心就现前 所以不争不准的本人的心 多一次减一次都不行 我有直下承担 直下回去 向上一路千身不穿 向上一路密不通风 就这个道理啊 只能够直下承担 所以我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像这一些我多讲多讲 讲个十遍大家就懂了 你就慢慢体会到什么叫直下承担 或者你根本不知道直下承担承担是什么东西啊 就你本来的东西而已啊 不能加不能减啊 所以当你回到直下承担的时候 就跑出来了 就跑出来了 因为那个直下承担 不争不准的本来心 那个心体空极 体质空极 它根层接触 现出来就是阿拉多拉三不三体 就像镜子 对不对 你门那一点点沉 看得模模糊糊 一擦干净它马上现出来了 它照着就马上跑出来了 所以这不是从外面来的 这才能够得到真正常 从外面来 那就演了三世有法 常会变成无常啊 会变成相对待的境界啊 所以一如虽空虽有得者 底下 这个迦瑟尊者又说 佛陀啊 世尊 如世间物 本武今有名为无常啊 世间物就是这样啊 本来没有 要透过人类的因缘造作 对不对 用各种各种这个材料啊 加上人工 器皿 把它制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做出来 嘿 它做出来的东西 一定沿着生住易命 沉住坏空 一定是这样子 那人一定生老病死啊 所以这世间的相啊 是要迁流啊 但这个在迁流的世间的相 它的体性是不变的啊 它的体性是真如啊 永远是真如啊 所以这如世间物啊 本无今有就无常 那今有又会变成恢复到空 这三世有法是指世间法啊 道也如是 道若可得则免无常啊 如果从外面得到了 那这个道也是一样无常啊 你本来道是你自信里面本有的才能够增长啊 如果你是修道 如果修了一个道 所以外道的道修道的道 最后都会破掉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从外面来的啊 蛇念亲近从外面修来的啊 那世间禅的从外面修来的啊 得到这个定 用以身子灭 以灭子身有作意的因缘 让心定下来 得到了这种常 这个常是一定无常的 它这外面的东西一定又会变成无常的 那佛信之后 你找到你自己而已啊 你本来就无啊 你本来就是 这个东西 梗骨梗筋都是这样啊 梗骨梗筋 你这个心体 它永远梗骨梗筋都是原造法界 梗骨梗筋就是圆明长脊造 就像镜子 它梗骨梗筋就是造 对不对 它蒙成了造不出来 但不是没有造 它梗骨梗筋都是造 一叉它那跑出来了 像水 它梗骨梗筋都有造 它因为它起浪 所以造跑不出来了 只要它平了不再起风了 造就跑出来了 我们心梗骨梗筋都是阿拉多勒的三分三体 只是它现在你念往外眼 它变成新浪 所以醒不出来了 它不再往外眼的 心平了 静下来 阿拉多勒的三分三体 就是 就像水中的造一样 它马上显出来 所以只要你自己的东西 才有办法增长 从外面来的不是加深 都会变成无常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修行就找回你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已 这是真正最圆满 找回你自己的本地疯狂 这本地疯狂就是从你极尽一心中开显出来的 所以 这个 道也如是 道若可得则明无常 如果你可以得到个道 那从外面来的不是加深 它已经会变成无常了 法若常者无德无神 这法若常者信心 不神不灭 它没有神也不会灭掉 那今天为什么显不出来 因为你心在动 你的心在动 这个心也是耿辅耿精 都是不生不灭 但是因为你 你无死犯无名 它在起浪 起了心浪 所以阿纳多罗三方三体显不出来 所以阿纳多罗三方四体不是显不出来 因为浪 所以它变成了妄想分别直直的烦恼 你什么时候的心浪不再往外 那心浪平静下来 妄想分别直直的烦恼 马上变成了四次菩提了 所以转八四成四次就是这样 把心静下来这样而已 因为它永远都在的 它永远就在了 它不会消失的 这才是真正的常了 所以 法若常者无德无生 就不生不灭 他耿补耿精就是这个样子 犹如佛性无德无生 像佛性非常非无常 那佛性非常非无常 我常常就是要比语 用水做比语 水的造性非常非无常 对不对 你看它不能造 它不是无常 它在 因为它有浪 它显出来不是常 为什么 它本来就有的 它本来就有的 所以它是要真常 真正的常 它不是常与无常的相对待 水的 个性就是造 我们的 新的 本体的体性 就是阿纳豆的三半三体 但是你不守 新的本体的体性 往外圆 它起来让 阿纳豆的三半三体 也跟着变成了 妄想分别自作的烦恼 如果你今天 放下万年 对不对 不再往外圆 不是放下万年 不必要放下 不往外圆 何必放下 心自然静下来 那个妄想分别自作的烦恼 那一转又变成了四肢菩提了 变成了阿纳豆的三半三体了 无上正等正觉 完全是同一个东西啊 所以它不是从外面来的 不是你修来的 不是你得来的 它本来就具足的啊 所以是从外面进来的 那一定是言而无常 它不是从外面进来 它不是你修了得到了什么 它没有得到 因为本来就有啊 不是你 不是你得到 它本来就在的 只是呢 你心让在动而已 所以我们修都是在全修啊 全修只是把你的心放下万年 让恢复它平静的心而已啊 所以你要让水能够造 不是把造加进水里面 没有 你只要风不要吹水 水就静下来 就可以造了 你风一直吹水 水的造永远跑不出来 就这么简单 所以水的造是长的 永远长的 只是呢 它在动 不能开闲而已 我们的心的智慧 它是 阿纳多罗三体 它是长的 但是你往外远 它在起浪 可是起浪 它并没有失掉 它变成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味道出来的 那个味道的妄想分别 执着的烦恼 它不再往外远啊 这妄想分别执着的烦恼 通通又回归阿纳多罗三体 在烦恼即菩提子 无二无别啊 真的是无二无别啊 了解这个意思啊 所以 幽如佛性无德无生 世尊 呼道者 非色非不色 不长不短 非高非下 非生非灭 非赤非白 非青非凡 非有非五啊 云和如来说言可得 菩提涅槟 云附如数啊 那 这个 这个 呼道者 道 道 道就是 你随顺你 清净无染 无首 依直 无有真 神的本性 这点本性 是体空极啊 随顺他 所以 这样的心 我们叫做法 他叫做法 真如法 法 所以达摩祖师 在世行观里面 他最后叫 趁法行 趁法行 就随顺你接念 清净无染 无所依此 无有真 神的本性 他遇到的缘 自身自弦的知见极妙用 这叫称法 他一接触就要明白 像镜子一样 一照就显出来 一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完全不用想 自身自弦的 我自己会生出来 就像求掉到地上 他会自己弹跳一样道理一样 自身自弦的 所以称法行 称法行不造业 他是真理 称法行是无所住而生其心 不在明白里 在明白就有住 有住而生其心 明白 比如说 我住 洗两边分杯子 嘿 有住 自止观 修中观 有住 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不在明白里 这叫随顺法行 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称法行 随顺真如法之行 一言自身自弦 任性逍遥虽然晃晃 真的得大自在啊 这叫称法行 所以这称法行 在这里讲 这个 道则 非射非不射 不长不短 非高非下 非身非面 非赤非白 非清 非黄 非有非无 如果从这样的称法行 今天真如法的体性来讲 体质空极 空灵不灭 空极 空极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空 它的空灵不灭 所以我常讲 我们当你正的无上妙道 是随顺一心三瀉托门 这一心 不是那个小胜的三瀉托门 空无相无作 一心三瀉托门 心提是空而不空 因为它灰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 但是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空灵不灭 完全通达 一切通达一切明了 通达 这个空灵不灭 体性空极 当然虚灵不灭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所以 随顺心提的空而不空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而心提空极 空而不空 那心提呢 无相 非清黄赤白大小方圆 明知了不可得 六祖慧宁大师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惨 惹惨 惹惨哀 无相 无有一相 但是他能够 辨现实法界 三千诸法的幻象 就像我们第六四的心 你去哪里找 找不到啊 但是你日游守四 他会给你变成一个梦境出来 所以我们接念心 是 无相而相 所以你看 这无相而相 就是非色非不色 不长不短 非高非下 无相而相 那心提 是真的无为法 是无作 他不会有作义的因缘 他不会起心攀怨 他无作 无所作为 但是他会自身自弦 所以叫无作而作 他自身自弦 遇到了 他无作 但是呢 他会自身自弦 所以叫无作而作 他活活泼泼的 他是生命的 他是生命的本源 这无作而作 是自身自弦 所以叫真正的无为法 离有为也离无为 如果有为是我们起心斑领才去照做 无为就是 哎呀我不要做了 我不做了 空无相无厌 不做了 他离有为无为就随顺他 随顺他 一道理言 一切最能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 自身自弦了 没有一丝丝的起心动念 所以叫随顺真如法性 别叫十回向 他还有一点点 还有一点有一丝丝的作意 他那一丝丝的作意 就是还在明白里 还有洗两边分别直 依当中佛性将来修的 如果是 到了十回向满心 禁至双鸣 能守双鸣 破一分根本无明 正法正 入为一切诸佛 那就是 离一切皆观了 完全用真如佛性 用佛性 用佛性 就不落心意思量 完全像禁止一样 浮来浮现 汉来汉现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一接触就明白明白该怎么做 完全没有一丝丝的作意 叫佛耀法 非有为非无为的佛耀法 非善非欧的佛耀法 三轮妙用全化为真理的化身 不可思议 所以这里讲 呼道者 非色非不色 不长不短 非高非下 非生非灭 非赤非白 非清非谎 非有非无 云何如来说 言 说言可得 所以我刚才特别急 到我们今天行 为什么 他 讲这么多的 非色一直到 非有非无 就是我们今天行随顺他 空而不空 体空即 妙用如红而沙 无相而相 这司法界参现出来 一切相对他幻现出来的 那幻现出来不是真有的 是众生行列发现的 他的无作而作 他做跟不做是一件事情 他是自身自嫌 像镜子 浮来浮现 汗来汗现 他没有有意 他造与不造是一件事 这是不浪法 所以 这个 云何如来说言可得 那这样的心提 你看 非有非无 他 必尽空即 如来 云人说言可得 所以你看 最先他问无所得 佛陀讲 无所得 但是有这么多的智慧得能 然后他再补充说明 得就是不得 物了同位物 得就是不得 所以得与不得是一件事 不得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得是归无所得的见念心 他的智慧无穷无尽 这是如来 第一异地 是从这里开显出来的 所以菩提涅槃亦父如是 这这段经文 我这样解释大家 能够理解吧 没有问题 佛陀如是如是 你看这个得就是不得 物了同位物 得就是不得 但是不是无得而说不得 是得就是不得 那物了同位物不是不物而说未物 是物了同位物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就像零度一直走回到360度 直下会起而已 没有得到任何动机 你从零度走到360度的过程中 有修有证有得有物有证 到了360度的时候 物了同位物直下会起 就直下会起 直下会起 同样是接念心 所以 城中指指人心 建心成佛 就叫你直下会起接念心 直下接念心就是 六祖慧能大师在 这个大凡是 第一次演说佛法的时候 就大家总静心念 摩佛波多佛罗蜜 大家念念到心 念两久很久 大家念的心很近的时候 六祖大师第一句话就告诉大家 菩提自信本自清静 但你此心直了成佛 他本来清静 不是你去修清静 不是你去家清静 你只要不要攀岩他就清静 就回过来了 他本来就清静 是你攀岩他才变成不清静 才患得患失 你要知道他空性 你不要往外沿 他就静下来了 就像水本来不起浪的 是因为风吹他他起浪 风停他马上静下来 你不要往外沿 心马上静下来 心一静下来 菩提就先出来了 因为菩提就是心的作用 心本有的作用就是菩提 但是他起浪就变了直了 在菩提变了直了 就变成了烦恼了 就这样而已 他本来是用急躁的 急而躁 躁而己佛性是这样 像镜子一样 胡来胡现 汗来汗现 那你起浪他就变成妄想分别 至少变成生命相续相 生命相续相 名叫烦恼 急而躁 名叫菩提 所以既无烦恼也无菩提 这是因为 因烦恼而立菩提 叫你去证菩提 等到你证了菩提 圆满菩提归有所得 实际上承担这一念心的体用而已 所以零度跟三百六十度 是回到原点 不能加一点 也不能减一点 所以物了同微 得就是不得 要众生气入我们的本心 所以 加色菩萨 这个说明完了以后 你看这一念心一打 让以会大众更能够生明佛性 本来具足恒沙妙得 这个阿诺多罗三妙三不吉 无上菩提 不假外学 对阿 只要把你心静下来就行 只要你不再往外攀缘就行 因为 我为什么要叫放下万年 因为你在往外攀缘 所以叫你放下万年 对不对 如果你放下万年 还在那里放下万年 是还在明白里 还是心意识的潜流阿 所以放下万年也不能住阿 那觉得不再攀缘就好了 不再往外攀缘 那何必要放下万年 那就直下承担了 直下承担 不假 不争不准 本来心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就这么直了成佛阿 所以 经过 加色菩萨跟佛陀这样的论辩 大家对佛性更加的体会了 所以到了高贵得完菩萨品 就更深入地探讨佛性的 和体相用 所以这部经佛性是讲的最圆满的 佛言 如是如是善能者 道有二种 一则常二则无常 菩提之相也有二种 一则常二则无常 涅槃一耳 外道道者名为无常 涅道道者名之为常 深入圆解所有菩提名为无常 菩萨诸佛所得菩提名之为常 我们这一段先念完 名之为常 善能者 道以菩提及以涅槃西民为常 一切众生常为无量烦恼所付 无会员故不能得见 无会员故不能得见 而住众生未亦见故修界定会 以修行故见到菩提及以涅槃 正名菩萨得到菩提及涅槃也 道之性相是不生灭 一事意故不可作辞 善能者 道者虽然无色相可见 称量可知 也无称量可知 而时有用 无时无虚 这无色相可见 称量可知的无时 而时有用的无虚 是阿诺多德的身体 善能者如众生心 虽是非色 非长 非短 非粗 非细 非腹 非解 非是剑法 而也是油 这油是禁制妙言 非是剑法 是体制空击 一事意故我也虚达 虚达所言 长者 心为成子 长者若不复心 则不复身口 若复心 则复身口 以不善妇事身口固 令诸众生道三恶去 妇生可责 则令众生得人天涅槃 得名真实 其不得则名不真实 善能者 道以菩提及以涅槃 亦父如是也有也长 如其无责 云何能断一切烦恼 以其有故 一切菩萨 寥寥之见 好 这一段经文 刚才佳瑟菩萨 再讲无所得的原因 这个无得 是得即是不得 物了同位物 不得是放下万年 恢复他的本来心 不能增减的本来心 本来心体制空己 所以远不得 这个得是什么 这一念的心体 恢复到这个本来心 他就是阿罗多罗三妙三地法 就是地一地 如来自觉尽皆 恒沙妙得 就从这一念心中 空而不空 无相而相 无作而作 开显出来的 自身自显而开显出来的 所以佛陀印证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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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量很大 我星期四在三學講堂 教室二 我講那個 任且阿爸多的寶心 應該在十來次就講圓滿了 那講圓滿了 我希望把這部講完 萬一這個菩薩滿我的願 讓我們八十就再見了 就講不完 很可惜 對不對 那這個 所以我就準備 我那個大波 那個那個 任且阿爸多的寶心講完了以後 我就續這個大波內寶心來講 我變成一個禮拜 講兩次大波內寶心 這樣我這部就有把握 我能夠把它整個講完 那 這個 如果 大家已經 禮拜四如果已經有在其他地方講經 有在其他的教室聽經 聽其他法師講經 你們可以繼續聽 那我這個都有錄影 都有錄影 都有存在檔案 比如說你在這裡聽了 禮拜四在那裡講下一集 那你禮拜四沒有在那裡 可以在網路上看 在 禮拜四 大概在十幾次 禮拜四一樣晚上七點半到九點 那是在十幾個星期以後 才會繼續講 只是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以後 大波內寶心 一個星期會講兩次 再十個星期 大概在兩個多月以後 就會一個星期講兩次 這樣 齁 這部量很大 你看像我們今天 就講這麼一點點 對不對 這個還有 現在大概只有講五分之二 還有五分之三 好 我們今天 就講到這個地方 如是 如是這個地方 請最大的一起合掌 恭念回向祭 願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皆共成佛道